学员们大家好 我是本源光的依婷 今天我录制这一段影片呢 主要是分享我这两年半 在本源光所学习的方式 以及我洞见的问题 但是呢要如何觉察落实在生活当中 在学习的过程呢 我其实很少在缺席 那么呢在本源光的课程的安排 因为它几乎都是一个法则 二十个连结 所以它每一堂课对我而言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 透过每一堂课的连结 排列所给我的讯息 都是一种清理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要透过每一个法则 它的二十个连结 我想要把它拼凑出来 自己的生命蓝图 我可以透过这一张地图 来看清楚呢 我自己的灵魂功课 然后呢 我再透过上课学习 再去修整我自己 并且清理开这些灵魂 比较不好的习气 就像它的清理 就像一层一层的 除了清理之外 还包含了疗愈的这个区块 它有点就像我们 玩脏的玻璃珠 或者是我们说水晶也好 我只要透过这样的清理 跟疗愈 我才可以让它们的生命 重新的发光跟发亮 所以啊 我们就像水晶一样 透过清理和疗愈 可以让我们呢 跟这个宇宙的爱去连结 回到我们的源头 那么我在这边呢 再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我手上这一份呢 是富裕法则的二十个连结 那这个二十个连结呢 从富裕法则的开敞白 然后到第一个连结敞开 到最后第二十个连结 是与本源连结 那当我把这二十个连结 所有的课程上完之后呢 我会把每一次啊 它所排列给我的讯息 我会一个一个把它调列下来 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第一个 当我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把这些法则 全部都拿出来解释一遍 那在这里我可以看到 我想要的答案 举最近的发生的例子好了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在情绪上面 多少会被影响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忧 也会有很多的恐惧 那因为我们自己是经营 一个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事业的人 我们可能这样子的恐惧会更多 那当有一天我去把这个资料 再拿出来回顾 再去看我的这个蓝图之后呢 我就发现在 富裕法则的考验里面 跟态度里面 他就已经有提醒到了 就是说当我的恐惧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障碍自己的 因为我的恐惧一来 我就会急躁 但是急躁只会让我的公司的状态 会越来越不好 然后我的心呢 就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那当我看到这一条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说 是的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每一个法则里面 老天爷他给我们的 一个很珍贵的讯息 所以呢 未来在本源光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法则 去把这样的法则 集结成一本书 然后方便我们的学员呢 去学习以及记录 当我们把所有的法则 一个系列一个系列 全部上下来的时候 你真的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去看到你自己的这个蓝图 只要我们遇到生活上面 遇到的困难 我去检视一下 你就会发现答案 就在这个蓝图里面 甚至你会更清楚 你应该要怎么样去 清理自己 以及疗愈自己 当我们开始慢慢的 疗愈开来 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开展的道路 其实就在前面 另外如果 当我们清理的 越来越干净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 就像玻璃珠一样 跟我们的灵魂 我们会越发光越发热 而且也才能够跟宇宙的本源去做连结 所以我希望我透过这样的分享 可以帮助到大家在本源光的学习 那我们共同成长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 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需要最重要 应该要做的事情 认识自己 然后我们试着去改变 所有的问题都在 我们的 我们的里面 而不是在外面 那希望我们一步一步的 大家共同的学习 一定有一天 我们会共同的开展起来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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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